他们说了柯文哲是被列为了被告要前往约谈 那么他的妻子陈佩琪则是以证人的身份 必须前往连证署接受约谈 但现在他们就被外界质疑了 这个检调好像离于柯文哲 怎么说呢 他们认为柯文哲怎么可以在被约谈之前就来先受访呢 现在北整也回应了 他们说前往柯文哲住家搜索的时候 柯文哲一切都很配合 检察官也没有实施任何强制处分 意思就是指柯文哲的人身是自由的 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拘束 上车之前的确他是有发言 另外大家还注意到的是 他坐的是自家的车子 好 反观来看到已经收押的应小微 事实上应小微在上车之前 他本人也是有发言的 但是呢注意看 他坐的车子是减连的车辆 好 现在呢 柯文哲也说了 卓英他们收到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应小微收到的是居票 柯文哲收到的是船票 一切都是合乎法规 进去了进去了 门要关上了门要关上了 在联阵署车辆开到引导下 柯文哲坐车随即进入车道 门一开他一流烟下车 时间那么刚好 门迅速拉下 镜头只能从缝隙中拍摄 疑似刻意不让媒体捕捉更多画面 引发外界离遇之疑 一般来说被约谈大多士匆匆上车 但柯文哲却有时间停下脚步 发表简单声明 北检主任检察官江振郁 其实就在旁边 试图控制场面 却也被推及到外围 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 那今天是有什么证据 要做这个动作 华刚结束一旁检联人员 马上拍拍柯文哲肩膀 要他赶紧上车 但这也耽误大约两分钟时间 对比同案被告 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脚步匆匆硬小微直到电梯关门 请可都不放过任何回应的时间 除此之外外界也质疑 柯文哲怎么没有搭减联的车辆 而是自家公务车 虽然都是被告身份 但柯文哲是船票 应小微是拘票 人身自由已经被限制 不能接受采访以防篡政 谁能说柯文哲身份特殊 一举一动外界放大关注 华视新闻综合报导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